机器手臂有两个动作 第一,是取牌 它会从牌盒拿牌给手机辨识 辨识完后,再依序放入自己的牌盒 由机器手臂的左边开始 牌盒的编号分别为0,1,2,3,4 根据程式码 它会依序由0的位置取牌 排到1,再来2,3,4 重复之行,直到13张牌都排完为止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出牌 因为要出的牌不是在最上面 所以,它会把最上面的牌放到其他空的牌盒中 一个牌盒,我们让它最多放置4张牌 如果满了,就会放到较远的牌盒中 就像现在这样子 当要出的牌 一致最上面时 先将牌取出 再透过手臂打出 画面中 上门的部分 是网路摄影机拍摄的圆图 在这些图片中 找到扑克牌的位置 并将扑克牌的位置 标示出来 下面这个部分 是扑克牌经过二次化处理 并将它们旋转 之后的图片 花色和数字会分别起出 放在这边 最下面 是将这些花色和数字 经过相似度比对 特征的搜寻 以便是它们的花色和数字 将结果显示出来 首先 影像面试读录的牌 会显示在这块 然后 场面上的牌 会显示在这边 接着教牌的结果会在这边 然后我们是以义务王为准 接着按下电脑出牌 电脑会根据 自己最有力的手牌 把它出出来 并把结果显示在下面